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佩莉 你知道如何挑選完美的睫毛膏嗎 夏天很炎熱又容易流汗 我們又喜歡完水 所以所以完美的睫毛膏一定要具備 防水防汗防暈染的持久力 今天要推薦給大家的完美睫毛膏 是日本裡的摩天龍 它裡面呢 特別添加了膠原蛋白的成分 你刷上去之後 每一根睫毛都變得更粗更黑 而達到十倍濃密的功效 重點是它 超防水不依然喔 首先先把睫毛夾翹之後呢 單刷上睫毛膏 又有了濃密的睫毛之後呢 我就要來做實驗囉 夏天一定會去玩水 所以我現在要進行的是睫毛膏的防水測試 完全不暈染喔 完全不暈染喔 防水測試成功 現在呢要來進行的是哭哭測驗 正常看的 如果還有逗飽化就好 在 deviag好公囖 天才覺得這不是被兀tro 等來的 meio褒獎 有沒有 오늘도說 洗涅 Sepul 可是呢 睫毛一天都沒有暈染喔 用衛生紙擦 也都沒有沾染喔 防酷酷測試成功喔 我們現在要來測試的是防暈染 現在呢 我正在煮開水 有沒有聽到 滑絲開了 然後水也開了 我們要用這個熱氣 然後去測試這個睫毛膏會不會暈染 一般的話呢 我們在夏天的外面的室溫底都是40度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看在這種高溫下 我們的睫毛膏會不會暈染呢 好 關一下我 來測試喔 哇 好燙喔 這種熱氣的感覺呢 比在三溫暖還要熱 好像整個人都在烤箱裡喔 好熱喔 可睫毛膏都還是沒有掉耶 防暈染測試成功 好啦 看我以上活生生雪玲玲的測試 知道如何挑選完美的睫毛膏了嗎 接下來呢 我就要教大家輕鬆擁有夏日美妝 首先使用防曬粉餅輕拍全臉 改善膚色不均的問題 接著使用棕色眼影塗抹上眼皮 下眼尾 增加眼睛的深邃感 然後金色眼影塗抹上眼皮 增加光澤感 接著畫上細緻的內眼線 眼尾加長約一公分 乾淨的小清新眼妝完成囉 然後在臉頰兩側刷上粉色腮紅增加好氣色 最後塗上夏日一定要有的鮮豔唇彩 夏日美妝完成囉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結束啦 想要知道更多美麗的訊息的話 記得訂閱AAB我的美麗頻道 下次見 掰掰